大家好,我是Apple,欢迎来到AI火箭学院 今天给大家分享如何通过Mid Johnny来制作个人头像 首先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自己刚刚做的成果 左边是深涂,右边是我通过Mid Johnny生成的迪士尼风格的头像 然后我又多做了几张图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对这个效果是否满意 欢迎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在正式演示教程之前 我先讲解一下Mid Johnny制作头像的原理 一定要仔细听,因为这很重要 当你理解了原理才会更容易明白教程操作的逻辑 定制个人头像必须要用到电图 何为电图,就是以图深图的意思 Mid Johnny机器人通过我们上传的图片进行加工 产生我们想要的分个画照片 下面我们开始教程演示 请准备好你的板凳和瓜子 竖起你的小耳朵 首先我们第一步是上传我们的电图 打开我们的Discord网站 在这个对话框中我们看到这个加号 然后点击一下 点击上传文件 把我们需要用的原图上传到网站上去 此时我们点击回车 好 这个时候图片就已经上传到这个网站上去了 然后我们 放大图片 点击一下 看到这里有一个在浏览器中打开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此时 这里是我们图片的网址 这里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因为我们待会需要用到 复制好网址以后 然后我们回到对话框 然后我们在对话框中输入写杠M margin 然后把我们刚刚复制的网址粘贴到对话框中 然后我们一定要记得按一下空格键 然后接着输入我们的关键词 关键词也就是我们对图片的一个描述 那么这里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关键词 我直接把它复制粘贴过去 然后我接着再按一下空格键 然后我输入--AR 然后再按一下空格键 我们输入1比1 此时再按一下空格键 然后我们--IW 然后再按一下空格键 我输入1.5 那么我的文本框的组成的大致内容就是 首先是网址 然后空格 然后是关键词 关键词后面是我的图片比例 然后图片比例下面是我的一个图片相似程度的一个参数 那么这个-AR1比1 这个就代表了图片的一个比例 IW1.5 其实这个IW的参数意思就是 我的电图和我机器人的生成图片的一个相似程度的一个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的范围可以在0至2之间 那么这个数值越大 那么机器人的生成图和我们的电图也就越相似 然后这里我按一下回车键发给机器人 机器人生成图片的时间可能要几分钟时间 这里我们稍等一下 好 此时我们的图片就已经生成完成了 然后我们放大看一下 这里面一共有4张图片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第二张图片比较好看一些 那么这里的U1U2U3U4就是分别 呃代表放大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图片的意思 那么V1V2V3V4就代表了 呃重新生成 以呃 以这个V1为例就是生成V1 呃分格类似的四张图片 那么这个刷新呢就是你觉得这四张图片 你都不是很满意的话 然后点击刷新 那么Mid Johnny机前就会重新给你制作四张图片 这里我放大U2 好 然后我把它保存到我的电脑 下面我们来着重讲解一下绘图指令的构成 指令的格式不能错误 因为一旦格式错误了 机器人是无法做图的 我们在输入写杠一抹键之后 首先就是粘贴电图的网址 如果你是多张图片 那多个网址都要粘贴上去 而且网址之间要有空格键 搞定完网址以后 下面输入关键词 关键词主要的组成就是 外貌 衣服 装饰 动作 背景 风格 我举一个关键词的一个例子 可爱女孩22岁 穿着白色衣服 一双大眼睛 在粉红色的卧室 在晴天 3D艺术 粘土材料 皮克斯风格 当然 关键词并没有一个标准的统一的格式 当你掌握足够多的关键词愿用后 其实是可以灵活的愿用去组合这些关键词的 搞定完关键词以后 我们只需要确定一下图片的比例 格式是-AR 最后就是确定图片的相似度 格式是-IW 参数范围在0-R 数字越大 图片也就越相似 在指令中 不同的内容之间要按空格键 关键词可以用逗号去格开 而且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多收藏一下关键词的指令 收藏的关键词越多 那么你做图的风格也会越多 最后我和大家分享一个 可以获取关键词的一个小绝招 我们来到Midjourney的官网上面 我们可以探索一下 其他人所做的一些成品图 我们点进去以后 我们可以在图片的下方 可以看到他们所用的一些关键词指令 其实我们是可以把这些指令啊 就是保存下来 然后等到我们下次用的时候 我们可以借用一下他们的一个指令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的观看